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下面我们请出第一组第一场表演赛的两位选手 首先请出的是93年世界撞球锦标赛冠军得主来自菲律宾的雷耶斯 那么和他对蕾的是九球天后我们中国的女子冠军潘晓婷小姐 谢谢大家 这个厨房 刚刚联系员个人推一个白球 他的选择开球 这个白球推上去前面弹回来 台边的 刚刚那个雷耶斯那个白球走的比较近 所以呢他先开球 他开球有两个有两个球近带了 他继续打二号球 蓝顺那个 打了个反弹球 那所谓这个九号球的这个比赛呢 也就是说那个台面上最大的球呢是这个九号 那把九号球打进去呢你这一局就可以取得胜利 但是呢在台面上有其他球的时候呢你必须按照这个顺序从低往高打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九号球被其他球撞击进了这个近带以后呢 那么这一局也可以取得胜利 这一局的比赛也可以结束了 就包括在开始的时候大力撞击的时候 如果一撞这九号球撞进带了 那么这一局也可以获胜 这里也是第一局很轻松的 这个九号球这个打法呢 就是说前面你打再多球都没有 关键你九号球要打球 对 所以呢 那个白球的那个走得非常漂亮 那个力气控制要非常好 一个挨一个一个接一个 一个不能停一路打下去全部打进为止 或者是你有其他的想法 就是说用鸡打球去把九号球碰进去了 这是幸运的成分 就偶然性的成分也比较大 现在轮到潘晓廷开球 开水的这一根呢要很大的力气 那么不管你有没有球进 你必须有四颗球撞在台边 这才这个开球呢才有效 其实呢按道理 打得越大力 那个优势越明显 那球都撞散了 撞散了 而且他起码 有偶尔性的话 你那个球也够 也够足够的力量 奔向带里面 他第一竿打进了球 但是一号球 被三号球挡住了 那么潘晓廷呢 是在2006年的时候 作为第一位参加美国MPBA 巡回赛的女选手 中国女选手 参加了这个美国的MPBA的比赛 在去年第38届全日公开赛的年时 获得了冠军 2022年参加大阪公开赛的时候 就获得冠军 借着呢 又获得了亚洲冠军赛的冠军 年四年呢 是在世界九球冠军赛里面 获得第三名 所以呢 他被称为九球天后 刚刚第一竿 潘晓廷打进了球以后呢 按照规则 他可以不直接击打 那个目标球 第一竿可以 然后呢 对手有权要求他继续打 因为那是第一竿 他冲完了以后 未必能打到目标球 好 雷耶斯 旧球把球救进去了 好球要进了 来自菲律宾的这个雷耶斯呢 被称为是魔术师 他在去年的时候 年终的排名是排在第二十二位 在今年的9号球巡回 这个巡回赛里面呢 他在胡志明站的这个比赛里面呢 是 获得了冠军 9号球的母球呢 原来是纯白色的 现在就下了一些红点 就是说 那个球手打的任何旋转 他就能看得一千块处 所以增加了很大的观赏性 就是他把这个 左旋右旋 就是叫做这个左塞右塞 实际上这个打这个母球呢 最基本的点呢 就是上中下左右 这样五个点 那当然在比赛过程当中 你究竟用多大的力度和这个角度选择 大小这个完全根据球手的这个成熟度 今天的表演在开始以后呢 应当说雷耶斯呢 这个整个表现出来呢 是这种大奖风度啊 非常的稳健 今天小组赛的时候呢 是抢七局 等于是十七局 十九 十三局七色 再看看第三局 另外呢 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还有一项规定 就是说 呃 选手们 你在这个选择目标球 在考虑打目标球 呃 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时间限制 要求在四十五秒钟之内 必须完成击球 所以这个裁判手里面也拿着一个秒表 一个球手打完了以后 他就开始为另一个球手来掐表 来计时了 这个女子跟男子一起比赛啊 冲球的这个力量啊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女选手呢 毕竟这个力量小一些 看来这个 看来这个 潘晓天第一个 他有权不打 因为他是考虑打完了一号球进去了 只有二号球的位置不算好打 再考虑全局 那雷尔斯今天把一号球推进去了 那雷尔斯今天把一号球推进去了 刚刚雷尔斯这个打二号球没进 那球球比赛啊 每一竿都必须要有球碰旁边 碰台边 这个跟斯诺克有点不一样啊 斯诺克轻轻把目标球推走 对 他白球碰了 碰台边 好球 利用q号球 做了一个障碍球 碰台边 螃融巢 跑 anders 可以 捧 这个球没碰到球 现在是手中球 就德意那方球说 可以把排球置于 任何位置 任何位置 自己最好打的位置 他不要像那个 赤诺克球的发球区 他这个是任何位置 刚才那个潘晓廷呢 是刚才一个 这个障碍 为自己争取了一个主动 先来打三号球 他直接想把九号球打进去 传进去 就利用四号球 击打九号球 这滑桥就是走了个捷径 潘晓廷搬回一局 潘晓廷 集贯是山东人 今年还不到24岁 但他一路在上海打 打比赛 对 对 所以现在他也基本上是住在上竞标赛里面 潘晓廷也是获得了女子组的冠军 杨威 东莹 那次打得非常漂亮 现在由潘晓廷开球 第四局 我们看到这个雷斯和潘晓廷他们开球的时候 都是用一根叫做开球杆 然后开完了球以后再换另外一只杆 实际上这个是不是因为打九号球这项台球 它是球杆有软硬之分 像开球需要比较大的力量 因为它要力量要大一些 所以它包括干头 包括干身前面的材料等等 它这可能硬度呢都会强一些 然后在真正这样打起来以后呢 开完球以后 它可能就是打自己最熟悉的 因为它这个软硬度对它的击球的力量啊 应当是有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呢球手一般的都是非常熟悉自己的这个球杆 如果要是换了球杆打的话 可能对它的成绩会有影响 他说是旋转方面要求的比较严格 而且呢开球杆呢 除了猛的那一家科研 其他容易 你越用力的话 那球杆受损越大 但是在要是一根球杆的话 万一它受损了 你正常比赛的时候 用不了那球杆 那所以呢 他开球杆另外拿一次 就是比较重的 今天在第一组里面 三场比赛呢 分别是雷耶斯对潘晓婷 接着呢 由潘晓婷对徐蒙 然后第三场的是徐蒙 对这个雷耶斯 是采用这种单循环的 这个抢气局 这种方式来进行表演赛 打九球在菲律宾是非常流行的 而且菲律宾的水平也非常高 看打九球的一般的 这个选手的这个架杆的这只手啊 实际上跟这个斯诺克 这个有点不太一样 他一个习惯 另外一个就是 那干的晃度比较大 所以他的夹得更稳一点 那种石子跟中 搞一个套子呢 让这个球杆就 不要操作那个范围内 就圈住那个球杆 这打九球很多人 很喜欢他的款 范围 开球区 对有开球区 而这个九球呢 是可以认一摆 进了七号球 打一号非常薄的 先来当二号 木球落袋了 这个正好 太低了 他要 要打 不要打那么深的话呢 你快能碰一碰黑球 就在那附近 这样的话 潘小婷就任意 把木球 摆在任何位置上 来 接到三号球 然后往左边 摆就往左边走 就在四号球的跟前了 好 了 两号球 两号球 一号球 流动 翻ing 三号球 一号球 一号球 等会 一号球 白球拉得很厉害 后旋转 剩两个球了 8号球他必须要是向后定打 8号球打定了就行 力量控制还是相当好 看这个打球上的那个水平高一步 就看到送干 送直与否 还有一个送的位置够不够 这个感觉呢 完全是在他的手的力量上的这个控制 还有就是他击球的这个击桶球的这个点 他的这个准与不准 那么现在 他要是往 像有些人送干不够的话 那个白球的力量就不够 不够的话 那个到不了预定目标位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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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3比2领先 现在是潘晓婷开酒 没有囚禁弹 如果要是有球禁贷了就可以继续打 现在该位也是打一号球 但是中间有个三号球障碍 所以它这个规则规定 它可以不继打一号球 就推开 把它推开就行了 现在一号球还没有目标可以进 潘晓婷也想把它打到9号附近 好 白球停在7号球后门 谢谢 这个9号球还有个规则 就是说给你做了障碍球以后 你没救到球 对方球手可以拿自由球 但是也可以自由球以后继续做你一个障碍球 你还是没救到 一共三次 三次呢就这局怕你输了 另外像刚才那样的推球也只有一次的机会 就是你这个母球可以不碰到这个目标球 但是你再遇到像刚才这样这种情况的话 就不能再要推球了 那个只有特定的情况 就是开完球以后 你看拍晓婷现在要看看 二号球怎么打 三号球怎么打 先考虑了一号球 他现在看三号球 等于说二号球 打完二号球白球的位置 听着什么位置比较好 打三号还要拉回来 打四号 四号就是九号球旁边的那个 黄白色的那个是九号球 四号就略打一点地干 略打五号中代五号球 橙色的那个 可能位置不太够 因为下一干 打完五号以后 他还打九号旁边那个绿色的 是六号球 我们看看他用什么看法 第一根 打回换打 嗯 把七号打进去 八号打进去了 等于多带了一个球 多带了一个 嗯 他现在 走的这个 应当母球还是按照他的这个意图走的 但是走的 停的位置不是特别理想 大概就是说 这证明一个不是太细腻了 嗯 他这个就用九号就来做一个障碍 做障碍 嗯 稍稍利用一点旋转 就到 嗯 这还是比较容易 打这种球呢 还有个规则跟斯诺格不一样 他的障碍球呢 你有本事 你可以越过障碍球 就把白球打跳起来 跳球 跳过去 这个击球叫做跳球 不犯规 像斯诺克你越过那个障碍球 以后就属于犯规了 这个不犯规 所以呢 球手们都有一个很短很短的球杆 这个 那个就专门拿着跳球了 那个就专门拿着跳球了 哎呀 这个是没逃中 嗯 这个球呢本来看他苗的时候呢挺满有信心的 但是除肝以后呢 根本这个没有把握好 这样就给了 谭小婷机会了 他刚刚那肝呢是 不能太低肝 一太低肝就进了冲肝 也不能大 一大了就 就往前冲 他也下不了低肝 所以呢比较尴尬 打上点稍稍有点 好前 然后让球撞两裤回来 另外呢在提鞋的时候 跟斯诺克也有类似的 就是说 这个不能双脚离地 这一点跟斯诺克是一样的 对 好了这样的话呢 谭小婷 在六局比赛里面 现在是追成了三平 三比三 出现了失误 没有金蛋 这样就给谭小婷留下了机会 盘小婷刚刚开始两局的这个比赛呢 可能还感觉到 没有能够尽快的进入状态 但是打了三局以后 盘小婷呢 是慢慢的进入到这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了 现在第七局 列丝发球 没有球进 九号球差点进 如果这样开球 九号球一下子进了 这一局他也赢了 这个叫黄金球 这个球也挺麻烦 为什么呢 那个 那个 五号球给 一号球挡住了 本来要没有五号球呢 就直接可以击打一号球 去碰九号球 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希望 但现在五号球挡住了 有45秒钟的时间 裁判一直在看表 这个也确实是有点令盘小婷为难 究竟怎么打 他打到个位置 必须是 连对方不能打到球的 不能打进球的 否则的话 就会失掉一局 不是 盘小婷深情的严实 这个严实的意思就是说 哎呀 这个盘小婷不够力气 犯规了 这个不犯规 他是推竿 他要了一个推竿 对 差点搞错了 他眼神就是45秒 他觉得时间不够 他都 这样让这个 雷耶斯怕他这个机会 这些套路啊 很多球手都不懂 这个字利用的非常好 对 就白球的左旋转 那么实际上 盘小婷呢 这个防 要的这个推端呢 推的这个位置呢 也确实是给了 雷耶斯留下了这样的机会 对 嗯 要下回盘小婷 知道他会打这种球了 就他不会推 雷耶斯留下了 第八局 潘晓靖开球 进了两个球 一个三号 一个六号 九号差点进 九号现在再带一口 下个 先打一号 他要看四号球 粉红色那个四号球 因为他二号球打赢是没问题的 他需要拿个夹开 倒入不了 就算了 对 好的 这球擦的非常的薄 这样通过几局的比赛 我们感觉到这个班晓廷 它这个干法还是相当的纯属 这个球有点遗憾 就是白球太铁边了 要白球不铁边了 它可以通过打五号球 把九号创进去 但太铁边了 用不了那个 白球很难打 它现在也是 想用五号球来击打九号 要它递干 递干就不是那么打法了 世界激进 好球 像他这个球 打到了这个目标球 五号球 但是呢 是这个五号球呢 没有进 这个母球呢 把九号球装进去了 这个也是有效 有效 所以这个 现在九号球这项运动 真的挺有意思的 它有很多这个 和这个斯诺克 完全不同的一些乐趣在里面 要是 这么看你打红球 不小心把黑球也打进去 那就发分了 发气氛 就是 所以这个事不一样的 对 这样潘晓婷 现在把这个 局分又追成了四平 我们下来 要輪流開球的話呢 那個比分相距不會拉得太大 所以現在打到一半了還四比四 李斯的這個開球衝擊力非常之大 勝利亞洲九號球訓會賽呢 今年已經是舉辦到第四節了 今年的第一站的比賽呢是在胡志明市舉行的 第二站呢是六月初在泰國的曼谷進行的 那麼第三站的比賽將是在八月初的時候 在台灣的高雄進行 那麼在曼谷站和高雄站之間 在廣州舉行這個表演賽 那麼今天呢廣州站的這個表演賽呢 是在廣東電視台的演播室裡面 演播大廳進行 那麼打完這個表演賽以後呢 將進行今年勝利亞洲九號球訓會賽的 第三站的比賽 第四站的比賽是九月份 九月中的時候 在印尼的雅加達進行 十四站的對象 兩站的比賽 一站間的比賽 兩站的比賽 一站這麼多 也izfl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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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結 一站三站的比賽 對象 一站成 比賽 三站 非常丰富 其实呢 我听这些比较 我经验的这些球手说 你打这个九号球 实际上 也没有什么诀窍 就是说你打得多了 你熟练了 什么样的位置 知道打得一点 怎么样去走这个母球 第十局 盘小丁开球 现在雷耶斯是5比4 领先一局 好 这个球 一号球留在带边 潘小丁应该有力 这一局就 二三号都在中间 就六号跟八号 挨得比较紧一点 实际上他要观察一下 下一看 下两看应该说 来确定母球的这个位置 力大了 二号球 离得远了 距离远了 我看他有可能想办法 击打蓝色那种二号球以后呢 把白球长到六号八号那边去 这也是比较安全的打法 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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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但是 对手也很轻易能打到这个球 他用一天天旋转就够了 看这个球啊 潘小丁有没有机会直接把那个二号球反弹 对手也很轻易能打到这个球 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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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35秒的时候 裁判会提醒运动员 就是还有10秒钟了 1秒钟 这个白球冲的力不够 角度大了所以不好近 需要打非常多 现在潘晓廷有机会 所以这个九号球 往往就是这样 你前面打的都非常顺 中间有一根 没有大进的话 剩下的就给人家了 就是说刚刚那个白球 他白球的位置不到位 等于是失误 这两个球手看谁失误少 谁就算 你最终是九号球近代 才算赢 前面你打的再好都没用 好球 白球做的位置很到位 非常漂亮 这样五平了 十局 双方打成五平 早上三十秒 早上三十秒 我应该摆成五平 那么就是这样的 我应该摆成五平 前面准备了 我应该摆成五平 潘晓婷在今年的第三届全国体育大会 女子九球的比赛里面获得了个人赛的冠军 而且在06年呢他连续三次获得了MPBA巡回赛资格赛的冠军 现在第十一届比赛 进了一个球 进了八号球 现在他继续打黄色的一号球 谢谢大家 好球 是个大反角 一干带俩 反过来创的 那个7号球是免费赠送的 现在打3号 3号不难请 他是通过反弹来进的 这种反弹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这个出角等于入角 这个计算好 那么这个9号球的这种运动呢 可能说还更加好计算一些 像这些高手 他们已经不看这个台边的这些星了 感觉 完全是凭自己的这个熟练的程度 如果是初学的呢 可以这个学一学 利用这个星来计算自己这个球啊 走在什么位置上 6比5 6比5 这样的话 在下一局呢 呃 潘晓婷呢 必须 追凭 追凭 再来打决战局 第四次来局 没有球进 运气不好 差不多进了 一号球 但是 自己的母球又把它挡回来了 那么现在 只有寄托于这个类似失误了 这看起来它也没那么容易失误 嗯 二号球也很好打 而且顺推又打三号球 三号四号也是很容易打一个低竿拉回去就是了 然后 然后 这个冲一下 刚刚刚五号 它也下了旋转打 一开的那个八号球 那看起来 它也有点悬了 这个 嗯 以它这样 雷尔斯那个世界级的水平 打这半球 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这个争取开球权呢 应当说还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嗯 那开球没球进 也是非常 但是你总是有一个机会在你手里面 好的 这样 7比5 雷尔斯上 这样第一场 变演赛就结束了 雷尔斯是7比5 先胜了一场 不过在小组里面呢 是打单循环的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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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